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事件 2023年2月4日 有关台湾中卫陈炳琴有色视频事件 今日台湾当地媒体台湾新闻联合网 也因台湾陆经第八经团的资讯提到 所属两名未婚金官 在2021年间在营内造生 违反男女奔纪事情 并用手机拍摄影片 将成立专案小组行政调查 目前两人已调理限制 接受调查 有关此事 此前的网络资讯显示 台军一队在屏东陆经服役的军官群里 在恩爱时用手机自拍 不雅视频 不料今日因不明原因 外流 天中女少尉穿军官 还漏御章前程医生不整 男方尉上尉信念官 女方则是少尉辅导 两人都未婚年纪相 别在20多岁 在部队中公开交往 女方身批台军现行迷财府 可辨认出是台军第八军团 机部333里 辅光部队毕章 相关疯狂传播的视频显示 一位没有穿衣服的女子 和没有穿衣服的男子 在镜头面前作者可描述的事情 在整个画面中可以清晰地看见 女子上身突起部分 视频中能听见女子 恩哈的声音 这些有关台湾陆军第八军团网络资讯显示 陆军第八军团指挥部为中华民国陆军下辖军团之一 系中华民国国军助手以台南南台湾辖区的陆军部队 辖区面积约7984.18平方公里 总兵率约18000人指挥官边接陆军中将 暂时负责第四战区的作战指挥和京市管制 统一指挥作战区内的三军力量和警政单位 前身为陆军训练作战发展司令部 辅光部队资讯网络资讯显示 辅光部队部队翻号传承自陆军部兵第333师 第333师在大陆时期翻号为国民革命经第二师 国民革命经第一师 负面以第二次国共内战转进撤退南台的第二师 后来称为天下第一师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